Hello 大家好 上集 剛剛說到高潮那裏 反應也不錯 因為年輕人很多都希望 認識怎樣去 被interview 在那裏好像兩位 偷到詩 但不同行業不同要求 最精彩是次官說 選擇這個香港小姐 剛才和藝員都差不多 因為演藝 我們都希望他將來有演藝 幕前的人員 而且不止演藝 上集說的那些 行路 談吐等等 不要硬腳 起碼禮儀 每一個行業都需要 不是只說選美 剛才說到儀態 很多人認為 他一定 例如男士 要穿西裝 打走胎 擦漂亮的皮鞋 去到interview 就算做出鏡的藝員 或者選先生也有 有些專門 穿短袖給你看看 他很大的 手臂肌肉 差不多 連肚腩都給你看看 有份朱古力 有份朱古力 不需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 一眼看下去 你走 就已經知道 你那個人的身材如何 男士又如何 我們很多時候 看一個人 進場 就很容易看到他 如何裝礦 叫做裝礦 但一個人下場 那個裝礦就沒有了 或者他不留意 所以剛才說 他進場的時候 要走一個長的地方 起碼有十公尺 或者八公尺 一個大班房的距離 大班房的距離 由第一道門走到另一面 但是 也不會讓他沿路走 因為沿路有個撞頭 跟後面的撞頭 希望找到一個課室 在我們前面經過 然後去門口走 那邊走一段 五六尺 五六尺 或者六公尺 的路 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 我們希望看到 他落台的神態 哦 很瘋狂 你裝扮好 來入場 放下心頭大 來場 講完了 很瘋狂 一切結束之後 才看到真章 才看到你的真章 我想起一個港姐 一九七六年 有一位姓林的港姐 選中冠軍之後 咦? 真面目出來了 滿場飛 不是滿場飛 是失態 失態 即是能夠完全表露他真實的念目 坐在這裡 說完你的一番說話 嗯 表演完了 你的裝槓 完畢了 現在說的說話 他聽到的 懂得聽的 那句醜人說話 我通常說的 好多謝你 差不多 他差不多想一想 以前 剛才回答的問題 和自己的同情 都知道差不多了 他感覺是壞了一件事 他起床後 有些很頹喪 有些馬上 叫他演戲 這麼頹喪 他做不到的 真頹喪 真現實 真頹喪 他真的很頹喪 有些眼睛濕濕 有些眼睛濕濕 有些眼睛濕透 有些眼睛濕透 看都不敢看 我們很重要的 剛才說了 我們留心的眼神 他問問題的時候 他的眼睛看哪裏 他回答問題的時候 他的眼睛看哪裏 這個有沒有跟你有眼睛的接觸 這些全部男女都很重要 因為你沒有接觸 他不敢看你 即是他人沒有自信心 往往然他自己沒有目標 有些人是掘著你 看著你 但他的態度是眼神看到 他不喜歡你 或是他啼視你 或是他很想在你那裏學到的東西 領教你 都看到了 你看到他 看都不敢看你起床後 急急腳也有 撞掉也有 各種形態也有 就經過你的面前 去了另外一張門口出去 我們特地那扇門 是不找人跟他開的 外面有很多人幫忙 出去之後 安排他下樓梯走 為什麼呢 看他如何開門 剛才進來就看不到他開門 現在看他特地關門 看他如何開這扇門 如何開這扇門 如何關這扇門 有些就啪了 有些就不關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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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就走出去算數 這個完全是看到這個人的性格 你別以為看不到性格 是看不到性格 你起身 有些就知道得緊 因為講臭癮的那個 說得很好聽 很感謝你來 你的表演我們都很滿意 但鬆無鬆逆又不滿意 我們全部都有信 我們有信會通知你的 你回到家裡 留心問看信箱 差不多他都知道 幾成功了 你只是說 我們有信箱給你了 你回去等下知道 等下知道 沒有 有就有 有就有 他就馬上看到他的 德和失 一種感覺 我們常常說 現代人說不常說EQ 認對挫折的能力 看你 有些是若德若失 有些是傅傅氣氣 有些是浪費我時間 有這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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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是增加做人經驗 有些是師叔叔 一說走 總聲都未曾說完 就已經吹了 門都不關 什麼人都有 但是 就是看這個 走 下台 就更重要 看上台 所以這也是使得我們 領略一件事 一個人 無論你是什麼上台 什麼下台也好 下個下夜 是最重要的 你克林頓 或者你現在這個奧巴馬 就看他怎樣告別白宮 那場真是好戲 你上來的特朗普 那場戲大家都懂得做的 你跟我三個都做得好 比他還沒 離場 離場 或者奧巴馬怎樣離場 克林頓的場來場做得好 他走回去白宮 那個自動受汽水機 禁止汽水出來 喝 慢慢在背影裡出白宮 你又要看 希希拉里 如果一旦選擇 選不到 他怎樣 說他最後一段說話 怎樣措辭呢 我想他不會想過輸 所以他隔了城很久才說 因為他打算贏 沒有寫過輸 沒有寫過輸 輸過章 於是 這個考功夫 這個考功夫 講什麼話 怎樣說法 下場是比上場重要 就是看一個人 有時候下場會被捕回 一個律常都好 會被捕回 這個都可以 找這個 都可以叫他們 嘗試一下 下場有機會 一拋清袋 一拋清袋 沒錯 大家原來很大的 哇 原來如此的人 撩起來 一招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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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要小心這些人 所以 各種不同 修養的東西 盡早要學會 青春不是借口 真的不是借口 又說說那些 不是幕前出幕後 創作人員 會不會好像他們 考人寫文章 以前我們都有一段 叫做現場 現場的 我記得是租了浸會大學 現場給他一個鐘頭寫的 那個題目是任他發揮 就是我們找人寫了頭那段故事 那個故事 頭那幾句就是我們寫的 逐下去就是你逐下去 即是駁故事 駁故事 當然是一個 即是考急財的下藥 立即寫 立即寫完 立即交卷 我看了卷 翌日 或者下午就叫他interview 有些就直接不用理 那你寫得去 又沒有拿馬柴 上文不對下 你都沒有預備 他都不會寫東西 不是那些皮 不要說有沒有創意 都不會寫東西 會寫東西也要適合 才行 拿著筆 咬到筆頭都爛了 嘩 這麼緊張 有很多人會咬 男男女女 咬完之後 一隻只寫不出來 加一張八卷給你 有啊 大腦便秘 他不能夠 現時即叫即捨 我們即叫即捨 即叫即捨 是不是以馬之才 不說 即是沒有了那種松容 沒有這個 膽量 不是膽量濕材 即是沒有料 即是隨時要有料可以隨時拿出來 而且那些一定是很容易的 即是下不成文的 是啊 一定很容易俗下去的 應該是 看文章多 應該是駁文章吧 是啊 是啊 那你什麼看的戲多也是 也是啊 是啊 好啦 心目中有戲招 生命呢 就說 浪費時間 即是 要租兩天上下午 或者第二天 那就改了另外一種 面對方法 或者交來 那你交段文 然後再寫 你寫定 寫定 寫在你的福利那裏 你看到你進來之前 我們看看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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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呢 寫得不錯 那為什麼呢 寫得不錯 不是一定可以 我怎麼知道是不是你找個老朋友寫 以前呢 在現場寫 就因為要知道是你 一定是 現在看不到是你 嗯 於是 就會 發問 即是文章 問了 那問呢 通常呢 就問一個很簡單的題目 嗯哼 純粹呢 就看一個人呢 有沒有組織力 有沒有觀察力 嗯哼 那個interview呢 就問你 個個都是這樣問的了 你 講講故事 由你出門口 今天來出門口 來interview 一直 直到進來課室 這一段 你遇到什麼事呢 你講這個故事 我就聽得了 嗯哼 這個呢 楊先生你做出派 這是最簡單 最容易 因為呢 不用想的了 你懂得講這個故事出來 但都要有文有路的 是啊 原來呢 要文要路是很困難的 有文有路 要做精力 要觀察力 你不是平鋪直序 百苗那隻 你拿幾分鐘的時間 那些是重點 那些是重點 你講這個故事呢 你講兩三分鐘OK的 但是呢 可以啞了 我給你幾分鐘想 我給你幾分鐘想 我給你兩分鐘想一想 那些是啞了 是啞了 一隻子套不出來 嘩 好多人害怕我 是啊 不知道是緊張 還是他沒有了 兩樣都死 緊張都解釋不到 緊張都不能夠 只能夠說沒有了 如果我沒有記錯你們那行 的話呢 那個戲劇感 要有一個敏感度 就是說你自己經過那段路 留意到什麼家科 你可不可以把他吸納成為一個戲劇 有很多時候就考這件事 不是那個素材本身行不行 是你的人的加工能力行不行 是啊 沒錯 那你就算說散一點 不要說那麽戲劇的結構 我現在就說你現場去泊車 在小伯 遇到一個冒死 在走著那個超級公路 他都在走著百米的 亡味小伯 亡味小伯 那你也有話說 你也有話說 是啊 也擔心來不來得到 沒錯 好多人說你加仁加醋是自然的 就算不加仁加醋 起碼他只會選重點 你觀察到 連接 沒錯 或者你不是 你等巴士的時候 在巴士站 人生百態 有放一缸 又沒有人讓他位 有中學生 粗口滿天飛 現在抱著石 阿興 剛才看到兩個中學生 在香港對面抱著石 那他旁若無人 又可以寫個戲劇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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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東西在日常 你又出發 有時候我們看不知你出發 不是真的 不是也要真的 假的 可不可以這樣說 創作其實是要視乎你觀察能力的 絕對是 很重要 不是一定要你今天觀察到 你昨天觀察到 以前觀察到 加上你的想像 你都可以把它融會一起說 我都說你不一定要今天 今天沒有東西見到 那就是不懂得轉彎 是呀 今天沒有人見到 沒有理由 之後就笑 笑就是 你也可以等下次 你增加一些幻想力 這些經驗我都類似試過 你試過嗎 但就不是創作 是純粹看他認識的範疇 到底是有多深入 例如他隨便寫 經濟也好 他寫藍行經濟的發展 幾十年來經濟發展 這麼大的題目 他說他在大學讀這篇 然後我問他 你對朴正希總統有什麼看法 不懂寫 他不知道誰叫朴正希 即是朴錦衛的老爸 藍行經濟發展近這幾層 最重要就是朴正希 強引政治做出來的 他不懂朴正希 就是不懂 聽聽怎麼說 怎麼寫 他怎麼打完場 總之他學校教他 藍行經濟 那些數據 裡面沒有提朴正希三個字 他就不懂 這三年補的東西 完全跟朴正希無關 等於他廢武功 類似次官的經驗 類似次官剛才說的 他可以 因為考心深入一點點 完全是沒有辦法 如果達到 很多是啞了 這些是人運逆運 完全沒有創作 所以說 如果你最起碼的觀察能力也沒有 你沒有可能會有創作力 就是這樣 學不到東西 即是沒有了舉一反三的能力 沒錯 觸類旁通 舉一反三 這個很重要 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這個問題呢 通常這些人問他 他在自己的介紹自己的書 那篇文章裡面 因為那篇文章是介紹的 一定寫到他很喜歡看書 很喜歡看戲 很喜歡思考 各樣都很想做一個出色的編劇 出色的製作人 出色的導演 又曾經這個新浪潮 又不知道喜歡過這個什麼 更加喜歡王家衛 又怎樣怎樣怎樣 看完那篇文章 再問他 最近你看過哪一套電影呢 你講講那一套 你喜歡看那一套 什麼都可以 三個片都可以 任你說 就算你叫他舉一一套 他不喜歡的都可以 沒所謂的 那個是高深 現在叫他舉一套 你剛剛最近看過 最近什麼時候看過哪一套電影 咬了 原來他沒有看過 我最近很少看 但不要緊 你有沒有看書 你現在講到自己 他說 書我都很忙 我沒有看 那我就問 既然你沒有看 你哪一套電影 看完 你覺得 有印象的 你說的那套 印象深刻的 印象深刻的 想了很久很久 都說到一套 射雕英雄轉 好啦 你問射雕英雄轉 好 可以開謝你了 不是我 就是我 全部interview 那些 都可以 本本你不敢講 你本本 天堂有龍 你不走 你說的那套 剛剛就變成我們三四個 大家笑 好像你那樣笑 卡格格笑 他問射雕英雄轉 裏面 這個 白駝山 是出了哪個 這個武林高手 為什麼會以白駝山影響到他呢 這樣 啞了 我還沒聽過白駝山 我說 還沒聽過白駝山 歐陽鋒就吹白駝山 為什麼 怎麼奸 怎麼衰格 但是他是 華山論劍裡面 第二次 最好打是他 對呀 吹白駝山 我又沒有留心 很簡單 看射雕英雄轉 其中一個主角 會沒有留心的楊鋒 對呀 那你就知道 原來寫了一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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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太久,但那時候已經有一篇一篇一篇的有漫文 在那時候的寶雜史上習慣了 教導你們要貼一些如何寫藝文 於是在這篇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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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文 只可以用一些每個篇文 tänker 只可以用 graduates 高分低能 對,高分,但是當於實話ten 在考見真章時 離開的範疇 就不懂 沒有任何結識 他們是為考試為目的 所以你講四季飛鴻鴻中他認識的名字 但你一講歐陽鋒就不認識 一講他就不認識 那你認識哪一套呢? 四大明珠,不要叫你講《紅樓夢》 最簡單,林聰雪野,上梁山,講林聰 都不認識,沒看過 你什麼都沒看過,看過漫畫嗎? 有漫畫的嗎? 有電視,有電影 電影電視也有看過,不過我忘記了 忘記了就是沒有看過 經常都有人說 那我講那麼多 那你看什麼? 好像你說看泛民 我想講一句說話,不要衝 是的,真的 因為,英特朗里那些人 一定很高深,一定是 什麼都懂的 肯定是那個凡師 那些凡師做編劇導演 那時候的編劇導演什麼都懂的 不是我們因為博學 而是我們的需要,我們的社作需要 武俠也懂得寫,歷史也懂得寫 文藝也懂得寫 下筆不可以繁駁嗎? 下筆不可以繁駁 志觀這一代的文化人 是通才得很少 不可以不通才 正如說,繁駁那一下 你竟敢寫一個歷史故事出來 時代啊,人物啊,關係啊 全部背景都錯過了 你不死啊 你根據事實而老作文化 這是第一點 你去考這些interview 千萬不要衝 你認識那些就說那些 你千萬不要以為我衝了 過骨就行了 一定引起那些考官的挑戰 因為那些考官都很想自己挑戰 贏你 實在是要騷擾自己的 都不止這麼簡單 因為那句 如果你能進入他那一篇 他能放得工作給你做的 你脫掉他就沒有面子 沒錯 即是一講這些 就馬上露身真章 露底啊 第二點 千萬不要答一些名字 大家認爲都不是這篇 譬如 他剛才說 他看過很多新浪潮 什麼是新浪潮啊 什麼是新浪潮 別說什麼是新浪潮 他就不認識 什麼國家 他就不認識 法國寫電影筆記 那一集影評人不相信 自己出來拍電影轉成新浪潮 疫情沒有這個觀念 你喜歡看哪一個 叫做高達 有哪一部電影看過 一部電影都說不出 怎麼好就更加不知 有些人說喜歡看王家衛 我最喜歡問 好處是什麼地方呢 他有好的地方 一句都說不到 怎麼好 就是最後的頓詞 就是忘記了 所以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不要搭朵 尤其是搭錯朵 不要搭朵 一搭朵 整天的朵就錯了 你以為那個朵搭了 除非他真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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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個裡面可能有一個兩個人 不要搭朵 不要亂搭朵 不要亂搭朵 如果再問下去 那些人通常都是啞的 通常都說不到話 他就會批評你 他也會批評你 現在你那些戲好看嗎 你那些戲哪裏哪裏 那裏反駁 這麼嚴重 我說 你如果進來做編劇 或者做導演 你能不能夠 將那些 我們的缺點改正呢 讓人理會又會怎麼改 又是說不出的 所以然 又是一個講字 這個就是第三點 空泛 就是講理論的空泛 沒有張力 比如這些 虛詞 沒有張力 這個人物沒有性格 這些人 沒有動作 也很悶 或者愛情朝鮮 也很深刻 這些最空泛的 這些interview 就大家笑 心求笑 對 你又怎樣 讓你說又怎樣 通常都笑 但很多時候現在 去到做幕後導演 編劇 這些崗位 是很缺人 但原來有些很喜歡編劇 很喜歡導演的 其實他不是真的有興趣 就是認為這行的聲明 你叫做導演 或者我叫做什麼編劇 或者將來叫什麼監製 是社會有地位 那樣東西吸引了他 他又來了 但他不知道 你作為編劇 五、六年 你都未必寫得到好的劇本 你經過很長的一個 你不是單是考天才 是的 但他亦不甘心 是經過很長的一個訓練 折落落實實做到一個好的 很奇怪 你又不能不甘心 你是要浸的 落入到來 兩三年之後 經過不斷的失敗 痛楚 那些稿被人改到 隻字不留 被人罵 那時候罵 現在沒有什麼罵 現在人們不能受罵 就走了 現在不能罵 那時候罵 被我罵 我教這麼多 徒弟學生 罵到你暈的 看多些電影 看多些書 什麼敢寫 罵 現在是不耐罵 不能受罵 不要亂來 但他為何來第一面試 他第一次來面試 就是想討論一下 覺得這個名字好 做一個導演好 做一個編劇好 做一個編劇好 沒有這個 所謂career plan 沒有這個 沒有 有沒有想過 事業應該是什麼樣子 不知道 可能就是他聽到人 或者他有些朋友 做這行業 現在成功了 或者有些成名了 或者覺得 這個將來十年八年之後 我變成徐克 我變成許安華 我變成彭浩祥 彭浩祥 更好 就是我變成王家衛 這樣 這些是吸引了他來 我不反對 你吸引你來 但 原來你什麼都沒有 你表現你想來學 OK 我們想的 我知道沒有人認識 因為中學沒有教 大學沒有教 現在大學有些行業 叫做教 不就是入行 對 不是入行 最基礎的 基礎 你什麼都未認識 就只是求名 有些是想找一份工作 做了這份工作 這樣 你們interview 這個態度 一定 一定不接受你 除非你interview的態度 剛才想說回 你是表現到你的真心 是想來這裡 學到一些東西 學不學成 不知道 但你有沒有心去學 這個真誠 誠意很重要 這個不單止是 做藝術 做幕後馬 目前 你沒有這個真心誠意 你進去 兩句就看到了 那個interview 那個 被人interview 我都記得有見證 你還記得是阮世生 幾個朋友 我同時 上樓下說了這件事 當初怎麼入行 都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第一 其實他不會亂拋書包 寫文章的 但是 過癮和不家科 都會聘請了他 不拋書包 因為中學的時候 應該好像八卦自己寫劇本 他都參加比賽 我都叫做過那些男配角 他在市政局的話劇賽中 贏了獎 就算不是什麼大件事 但起碼這些 所以課外活動也有影響 有 你是不是真的有心進行 你做過什麼 是表示到你有這樣的 決心 能力 興趣 還有當時學過什麼 例如說 落支筆不是那麼簡單 演員能不能遷就你 是否適合環境出 其實很多事情要考慮 反而他就很容易入行 跟其他所謂正途出身 讀傳理完全不同 他表達到 他對這行學習的興趣 他就是中學生 這個最重要 你中學生 其實不是看你以往 有沒有寫過劇本 又不是看你以往 怎樣做過什麼劇社 或者你拍過什麼實驗電影 很多人都帶了他的作品來給你看 我一定不看 為什麼呢 我看就浪費我時間 就是 明知道學生歌 拍得好 是不是你拍我 又不知道 因為拿電影來看 經過你的師父 或者你爸爸 拍得好 拍得不好 就真的浪費我時間 那我呢 就看你一個態度 就是 你來到是不是 想學習 是呀 是不是虛心 接納其他人 知道自己有不足 都很好 還是你想表現自己 有些人想表現自己的人 他是 整個戲 整個寫劇本 不是因為演員 不是因為觀眾的喜好 做不做 有問題 最重要是 成為自己 但是這樣 因為電影電視 有個問題 就是 花費甚大 是啊 你自己一個人 是無力的 你拿十萬八萬出來拍得 就 在真正拍到電影 或者電視 十萬八萬 就 真的不夠一天 全集費 燒了 燒了就這麼夠 那他呢 就用你的錢 用公司的錢 給自己一個 玩表演 玩表演 做不到 表演不到 玩不到 怕那些人離開 他不用負責 我們另一個責任感 就是 你不是這樣的人才 我不能讓你玩 讓你玩 我制限做不到的人才 公司也原諒 但你十個制限不到 那我就死了 一定的 當年 號稱生番的 有一個叫 杜其鋒 專門試新的 他自己拍 但他真的有料 他真的懂得拍 那你就給他機會 給他錢 他試 沒所謂 試了出來 最後的成材 老闆就說 他成材不是幫我拍 這個是緩戶之見 在我來說不是 我覺得他跟香港社會拍到 是跟香港爭老光 他跟香港爭老光 亦爭很多外匯 這些 於言足矣 即是行業好 他要不認識 日後 某某某 近時 白駱看中我 不需要 沒有這樣的需要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看中 我看錯很多人 正常 所以 問題就是 面試的時候 你如果 當自己是一個藝術家 當自己是一個了不起 或者與眾不同的人物 這樣 你多厲害呢 面試的人都不會受你 一個人拍不成一場戲 很大人 不要說其他做導演或編劇的能力 就是這個心態 就是我 interview只能看心態 對的 看不到那個心態 interview就是主要看心態 文章 履歷歷史的東西 一早已經有了 但是人本身如何 你不見過 你不會知道 你現在整個科技槍名 什麼家伙 網上 interview 其實 無論如何都不及得見真 一定有親自面對 事官這下 要把錢拿到你的袋 就算你自己是老闆 想挑選人 都不要看得那麼膚淺 進來有沒有公家 打沉了他 怎麼離場那一刻 好笑功夫 好好玩 真的 這些不是做出來的經驗 是經驗 正如次官所說 你始終是有個風險 等於我自己的商界一樣 我選擇了你的人 我會有風險 大哥 你不要選擇我自己攬炒 我如何確保自己 看得客觀一點 像次官所說 你多幾道板斧 去做多幾個角度的研究 拿出來的準確程度就會高一點 都不會不及至適合 我都試過很快去炒人 我都試過很快去炒人 實會有誤差 一定有的 看能力如何令到自己 都相對做得到 所謂客觀科學的結論 那一刻就很厚功夫 所以現在怎樣科技進步 不好意思 始終要見人 是人與人的問題 不過這件事 又牽涉到老闆選人的 功力 功力不自然 心態很重要 我現在看到很多 他選人 他沒有什麼能力 去選一個合不合適自己公司的人 就純粹看你以前的工作經驗 以及你那份人工是多少 很膚淺 很膚淺的 你那份人工 你以前只不過是這麼多 你沒有理由你也要加這麼多 你來到我最多加一千給你 或者最多兩千 如果要求多 你就覺得你不值得 但是這就是絕對膚淺 第一 你以前收購多人工 可能是偏低 他可能只是那一刻的制遇未夠 又可能是偏高也可以的 是啊 可能是偏高的 其實最重要的是 就是你判斷這個人是合不合適的工資 不是純粹根據他以前找多少工資 加多兩千就進來 或者是不接受多少算數 不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很多都是這樣 應該是懶的老闆就這樣理解 懶和不夠料 有些老闆的心態是這樣的 因為有些老闆懂得做事 不僅懂得做人兩回事 有很多老闆靠我幸運 認識人也是識字 拿到李嘉誠的名字 沒有說話可說 有些老闆自己幸運發達了 你鬼知牙 他買樓炒中發達的 沒有人看破產的 總是他贏了 他是老闆 所以有些時候老闆的心態 就是他不知自己無料到 他不知自己無料到 他覺得所有的人 都是呼之則來揮之則去 沒有個心去搞建設 搞團隊 搞發展 不是這樣想這些事情 根本沒有完結 因為自己看回他 青雲靶集 我見過這類老闆的歷背 看回老闆的歷背 他最大的 表面上是那間公司的老闆 但他賺的最大的錢 其實不是在那裡賺的 主要是在物業升值那裡賺錢 有很多都是幸運發達 而且沒有反省到這件事 不是能力發達 是能力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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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於是能力發達 那些新的導演 新的從善藝術的作家 或者是演員 幕前幕後 為什麼呢 因為每一個 你不是這行的人 你一定是很主觀 是自己喜愛的 難以為面 我喜歡你的樣子 我喜歡你的樣子 於是他就不計較他的能力 甚至乎我們看一位演員,不只是看她的樣子是否漂亮 我們看看她將來有沒有戲源,能否吸引到觀眾 她如果做時裝片,她的扮相會是甚麼呢? 她是做倫家小孩還是貴婦呢? 我們有這個能力,她幻想到她的裝扮 我看她的樣子是貴經驗,很重要 一化古裝就怎樣呢? 已經頭尺一看這個人,這個老友不能化古裝 我舉個例子,張仁法最初不化古裝 任達華不化古裝,一化古裝就變成巴基斯坦 張仁法人不化古裝,她是時裝人 所以有些人不能化時裝,她化古裝很漂亮 譬如時裝,一定是穿大俠 無法談論,一穿件大俠衣,夠高大,一扎劍就像大俠 不用怎麼說 就算時裝都看時代,我看有些她做文國時候的貴婦 或者文國時候的書生,出來的氣質,是像古時代 再古又不行了,再老清朝又不行了 有些人做不到有錢人 所以就是一個欺如其分 有些人做不到窮人 當然也有些能富能勤,能足人 那些是難得的好演員,不容易 有一個叫作家,你走出來 吾國有墨水 做這個 翁達夫 哇,你死了 亡之不知文青 怎樣像翁達夫呢 做老順也死了,不要說翁達夫 做老闆應該自己知道自己 他不是內行 不是內行 外行管不到內行 不要管內行 經常出現這種情況 但問題呢,很多人都不相信 因為他覺得我請人 為什麼我沒有權去知道 我請什麼人呢 他說這句話 我通常都說 這些是需要十幾年的練力的 不是你有錢就做得到的 通常是得罪老闆的 老闆就沒有了到自己得罪自己 就是這樣說 但他覺得呢 為什麼 我創作一行 他覺得給錢 我為什麼不能審劇本呢 有錢還有創意 兩回事 藝術不能用錢 他覺得自己可以 不可能不用錢 但用了錢 不表示一定有結果 這些投資 就是要你用了專才 等於在藝術品市場 經常有人買了假貨 什麼 哇,多有錢 你發現假貨 等於一個老闆 你很喜歡吃東西 你說不是 有什麼理由 我出錢的餐廳 我不能夠創作大廚 怎麼煮呢 你又去創作 你又去創作 就馬上吃東西不好吃 因為你要掛 放不夠鹽 放不夠粉 這樣就根本不好吃 有很多人做後禍的資格 還有問題 他一定會用自己煮 自己煮的 他覺得好吃 他煮完之後 他煮完那餐就好吃 但那餐不能賣 其他人不吃 弄死了 你家餐廳 很多老闆這樣是不知道的 死了都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專業 他不是專業 所以最好 當然我相信 有些老闆 都是專業 沒有所謂 很多老闆 都自己有一個自覺的能力 他知道自己有什麼不足 要找人 那你就會交人 好老闆是會找人去做事 如果你交不到 這餐廳可能交給二打六做 或者有些是欺騙你的 或者有些是不忠實的 那你就不要做一行 沒找齊 如果連會做事的人都找不到 你根本就已經不適合做一行 就是這樣簡單 我見過一種老闆更麻煩 他表面上說我放權 各人覺得是專才什麼什麼 實質上 就要所有人巨勢無謂 都跟他的方式 當然 他自己原來自是藝術家 關鍵是什麼呢 他的心胸狹窄 他無料得來心胸狹窄 為什麼呢 我這樣說 將來出了什麼問題呢 就是你們的問題 就不是我指你們做 我說給你們做 但是如果他們不讓他們過目 不讓他們指揮來做 他又會說你們是不是 會是造反的 會是造反的 又不會直接說出來 又不會直接說出來 還會旁敲、襲擊 有幾種 一種就是不信任人 送你看廁所 他就覺得自己親力親為 只是做得好 他有些責任 做得好就對不起錢 所以就說做老闆 有時候你要有自知之明 你不是那一種 你不要做 也不是那一種不簡單 我們常常叫做 比德定律 就是升到某個位 你已經不再是聰明 已經去到極限了 所以很多老闆 如果有聰明 自知之明的話 你做得老闆這個位 你知道自己不足 你懂得找什麼人來幫忙 有些什麼你沒有過問 有些什麼不過問 有些什麼不過問 有些底線 這些就是西方的管理 一定會好過中國 中國做老闆 因為他自己的錢 就算他自己是白手 興家打天下打出來 你會發覺交不到鵬米二代 同樣就是這個 你不可能所有事情都很聰明 譬如說你經營上很聰明 但經營上很聰明 不表示你找人才同樣聰明 是兩件事 人才管理又不懂 而且過份經驗主義 又是一個就是 香港有很多 又不聰明 那種家族生意 一定是這樣的 沒有得改 經驗主義 而他這種過量的經驗主義 就影響下屬 就覺得每個部門中 這個沒有經驗的結果 新人永遠沒有辦法上位 到過了一兩年 學了一兩年之後 那些人就離開 去了另外一個同行 知道他們沒有了到 還有一個問題 第三類 第三類就是 有時候你的能力 是一間公司 舉例一個餐廳 他是做了十張桌 他的廚房做了十張桌 他又覺得 那個範圍是很厲害的 吃得滿 十張桌很棒 做到皆知行為 好 我現在擴出一百張桌 這麼行 一定是可以的 照做了什麼 十倍 請十倍人 原來是不行 為什麼呢 你是不會管理一百張桌 你是會管理十張桌 十張桌 即是賣鹹張花生 你做得很厲害 但是現在叫你 用工業化去做一個 你賣超級市場的兩回事 你就不會了 但是 是沒有人會認自己不認識的 每個老闆認自己會認識 到什麼時候呢 早上懶惹的時候 連那十張桌都沒有賣 都沒有賣 隨時 有很多人是這樣 有很多人是這樣 不自量力 即是他認為自己要擴充 他不擴充 就變得好像沒有發展 他不知道自己的能力 是未足夠發展 這個呢 又會陷入一個 你做這些打理工 或者做老闆的參謀 你不要弄氣 告訴你你做不到啊大哥 你做不到的 不是說他肯聽啊 一定不聽 我老闆你做這個 就說我不行 你是不是想謀工我來做 又是奸臣永遠 永遠沒有運行 我們都說過了 只有唐朝一個 只有唐朝一個 可以接受 他都很搶失偽精 為何人家這麼多猛將如雲 有原因 你那個環境 或者你那個價值觀 你根本都不適合被人培養 這些人材 就算他下一代 加不到鵬 我看到那些 他家族生意 他們那個老闆 年紀已經很大了 不止一個是這樣 是對自己的 已經到四五十歲的子女 打算找個摺牌 看到老闆好像見到皇帝 這個呢 皇帝心態 沒錯 中國雖然推翻了清朝皇帝 但打散了之後 全國都是皇帝 你叫你下一代的兒子 他們未必不是不行 學歷去到很高 美國哈佛達 但問題是他們到真正管理企業 他們全部不敢走 他們都不敢走 有個歷練過程 又要讓老爸盯上去 有什麼事就當中 那時候就很遲了 為什麼 一你積重難犯 你自己都幾十歲 你的腦筋都僵化了 所以 你叫你再去 夠膽去創業那種心態 你不要說 四五十歲 你有本事 你就當拿回鄭光山出來說 下下就俊光山 長征 原來這個世界都不跟你說 但是從來沒有放他們 他們自己出去跑 而且是很多時候 對子女 你爸爸 罵得很厲害 有啊 很厲害 那些年紀比較大的資深夥企 看著他們的少主大 那些 是很知道 他們對著我們這些 後來加入那間公司 他們很害怕他爸爸 之後很多夥企都走了 那間公司哪有前途 他們的子女 其實沒有什麼經營能力 不過 要是他的家族生意夠巧 只是物業也夠吃 那就夠了 但他又不知道原來自己靠物業 但是 最新的個案 就是提醒大家 你這樣教小孩 死定是為什麼 最新的個案是什麼家科 因為台灣 剛剛有一間航空公司接賣了 噢 復興航空 完全就是這樣的情況 到爸爸一交棒給兒子 就不清了 兒子就要 好有作為 以為自己真的是太子登基那隻 結果 都扯了 都扯了 即死 經營六十年都沒事 一上台即死 這個呢 這個說了很多 我又最後這十分鐘 又說另外一個 見到的事實 這個事實 在十幾二十年前 到現在都仍然很普遍 嗯 這個呢 就有一個年輕人 來面試 他只是想做編劇 我問一問他 你現在正在做什麼 這個編劇不是很多錢 你正在做什麼行 我正在做創作主任 嘩 創作主任 那些小弟都很羨慕 這個 這樣的崗位 那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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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間 中型的廣告公司 廣告公司 廣告公司 都挺好的 這個名字 不能夠說 一人公司 一個人做完 嗯嗯嗯嗯 好了 說了其他人 都覺得他有些看法 可讀 剛才你不是說 可做 可做 然後我問他 那你有什麼要求 有什麼看法 有什麼要求 這件事是狀版 他的要求 就是一進來 就要做經理 工資 他就要這麼多 那個工資 就把我拍照 那個名字 一定要做經理 我說一進來 現在我們不是聘請經理 我聘請 最多是聘請主任 或者是學師 真的是學師 我說 如果你要升個經理 是可以的 是有門路的 是很快的 你是一兩回合 打到一場很漂亮的聖像 我立刻勝利 人才是很難得的 尤其是創人才 你是可以的 你是如珠如寶 即時看到的 等於小弟 我不是說自己厲害 我當時一寫完 這個香港七三 梁淑儀 立刻加我 程判人工 是啊 我找我去街市的時候 那個人工 是多到我自己都想不到的 成盤水判下來 一盤水個月 那時候 那時候一盤水判下來 不是沒有的 我都試過 如果我都試過 即是說 我也有這個心態 是人才肯 是這樣用 但是 如果你一開口 沒有這個條件 我又不做 那我就很難聘請你 因為這些行業是要看戰績 那些完全沒有戰績 對 一埋芽 就說要先拿了一個名字 再埋芽 就要到那個名字的最頂級 很傻 因為為什麼呢 他廣告如果在同行就沒有所謂 沒錯 他轉行 第二件事 他的想法就是 我做什麼要來面試 我自己都有一份 挺好的工作 我們面試的意思是 所以我就想進級 我現在正在做創作主任 我希望 來到這裡一跳槽 我就進級為創作經理 但是跳槽轉行 我不同的概念 但是兩個是範疇 他不是這樣 隔行如隔山 這就是創作而已 好了 現在我找到 九千 我現在來到要萬二 我沒有萬二 我不做 為什麼呢 我自己那裏都九千 我為什麼要離婚 轉行還轉行 轉行不算是兩回事 隔行如隔山 在那些人的心目中 他以為一天 有沒有interview 有很多人是這樣的 一來到 一說完 似乎可造之材 都可以勉強進來 學一下 看看怎樣 都會有個保護期間 有個試用期 試用期都不錯的人工 但是那些人第一件事 就是跟你說個數目 一定要達到某個條件 尤其某個名譽 那個態度 就是一張卡片 要有這樣的名稱 名譽 他肯來學習 但是我們不是來學習 我們現在要你來做學員 大哥 我都答應你 你學了好三個月 有事做到 馬上升回你做主任 那不行 因為他的目的就是 轉工轉行 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是傻人 對 有些是傻人 轉工和轉行 經常都說了兩回事 就算在行頭裏面 你轉不同的專業崗位 和轉行是一樣大的風險 我自己都有 前台和後台都一樣 所以你想到是轉行的話 其實你不能不跟大隊 最大的分別是哪裏呢 就像次官所說 你夠膽的 你做得到這個位置 你是有表現的 沒有人夠膽不升你 就這麼簡單 就一定要升你 你沒有人不升 別人都看到 我自己都轉行 轉行正常 做了教科書一段時間 我覺得這行 根本不應該再流下去了 轉行 我都是減身去轉行 有啊 這樣就正常 不一定要你減身 反過來 又是說了 你主考的時候 你面試 到底你會否判斷 這個人 是為甚麼 來轉到這個位置 這個很重要 就是配對問題 減不減人工是少 但如果反過來 一定要是這個人工 再加多少才能轉呢 第一件事 完全不用考慮 因為那個人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做甚麼 那時候轉行 主要是某間報社 他給不到一個比較好的人工 他只能給一個他們可以給到的最高人工 他認為是給了 對 但都已經給我以前那個 少了一段 但我那時候 我覺得一定要轉行 不可以再在那裡運 公潭死水 因為你新嘗試 你新嘗試 就一定有 即是轉路軌 有一個代價和風險 你車開車轉彎 你都不可以高速去 你只要收一收 然後走順了 你才慢慢加速 入彎收油 很多人認為自己達到某些水平 這個人覺得他的名字和利是不可減低的 你這種人很難得 我都有 我都減了半個轉工 我自己就算是金融那行 金融很現實的一件事 因為我以前有不同的崗位都做過 在企業做過 即是做策劃那些 即是國企做到副總經理 問題就是轉行出來的時候 反過來我夠膽死 去到一間證券商 做銷售 你做策劃 做企業那些 跟你做銷售 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他夠膽死減我的薪 我夠膽死借他的低薪 但是回到我 賺到的佣金 是要嚇死他為止的 他沒有說話好說 他不敢不加你 全行都知道 第二天你已經知道了 正正像次官所說 類似是搞創意 你沒有創意都賣不到東西 你有本事有創意賣到的 我有本事賣到的股票 通行都看到的 所以你有信心的話 有好理由的話 轉位 不要說轉行那麼簡單 轉位減民工 是有一個好理由 除非你去到一個地方 你發現這個主管或是老闆 是不識貨的 那就不如直接不要轉 你認為自己 總之我看著你以前的股票 是甚麼 當你是螺絲 可有可無的 有意思 你是英雄浩傑 你是賣給識貨的人 你不識貨的人 我便宜些賣給你 無所謂 到頭來你的貨交了出來 使得你更加要注重我 到時你不加人工 你不好意思不加 不加不可以 不然我走了 是人都看到的 我走的 你走的 就等於你白費了心機 所以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經常都教了幾件事 不要自視過高 不要想著 轉一個行 或轉一個位 那些已經賭博僥行 然後自己透過 轉來轉去 東轉西轉 很快就提升到一個地位 在電視戰國時候 很多人是靠這樣 即是由一個導演 升到一個高級導演 轉到另一個 另一個 將回來 又變成一個監製 監製又再升級 短短 四五年之間 他由一個普通的導演 升到做監製 但是有一個問題 我經常都說 這個就是 剛才你說的 比德定律 就是升到你做一個監製 你做不到 你做不到 然後我說 小的製作你做得到 給一個大的製作 就像剛才說 十張桌子 轉了八張 那你就做不到 出事了 當堂手震 當堂手震 給你也做不到 手震 真的不敢上班 這麼大堆 這麼大堆 你怎麼知道 他的基礎做得不好 他是靠跳來跳去 他就是靠跳槽 來去推廣 不是靠實力 去推廣 即是要真正見真章的時候 就立即死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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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 這些人 很快 升得快 尋得快 很快 就在整個 通天了 沒有 失了 你整個行業都知道 你的名字是這樣的 是不能回頭才死 今天差不多了 慈觀又 塞了很多人 學了很多東西 我以後面試過你的時候 都學了那麼大 這個 就 有一段後門給他找 公開給大家聽 我們先學一下姿勢 很高級的 我們現在是老友 你覺得適合 你可以介紹朋友 再聽這兩集 你年輕人 或是年輕人 想轉工 作為參考也好 作為參考 不要整理一片面之言 真是有我 看看能不能幫到你 好的 再見 谢谢大家